什麼叫無名? 辛酸師什麼叫無名? 辛酸師什麼叫無名? 什麼叫無名? 就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當下的一個狀況 然後會說出或做出不知道的一個行為或者是動作 那什麼時候會無名? 譬如說 那是無知 無名是什麼? 無名就是我們的 就有根本無名跟知莫無名 那根本無名就是你怎麼來到這個世界 我為什麼會覺得有無? 我們有沒有這樣?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有這樣嗎? 我有沒有錯? 為什麼你要罵我? 我就是這樣 我天生就是如此 這就是無名 你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我們有無名 所以我們的心很容易怎樣? 我們心很容易就會 東響西響 這樣可以嗎? 好 就是有無名之後你的心會動 我們的無名 我們的無名怎麼來的? 你今天如果真的要去觀察到自己的念頭 我們起心動念要觀察呢? 你要自覺吧 好 要自己自己有這個覺察 可是我們平常都散亂的散 就是你的心是攀緣心 心很容易攀緣啊 就什麼意思? 就是我的心很容易動 好 好 很容易就有很多的意念 念頭很維繫 有發現嗎? 好 自己的念頭 就看到一個什麼 聽到一個什麼 就哇! 念頭 那有一些是自己一直亂想 有一些是被刺激的 是不是? 那被刺激的看起來好像是別人造成的 其實是我們的心 就會有動的喜氣啦 就沒有辦法很安靜很安然 沒有辦法沒有雜念 就像我們現在要很專心的讀經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專心讀經 可是沒辦法專心 沒有辦法專心 為什麼? 我都會發現自己的 在讀的時候 其他的雜念會跑出來 有沒有 或者是有人會做什麼 你都會去注意到 旁邊的人的聲音啊 走路啊 動作啊 就很容易被引開注意力 聽得懂嗎? 這個就是 因為你的心是在無明的狀態 所以會動 有一個業 業就是動啊 但是我們要覺察到這種狀態 這個覺察到無明呢 非常非常的難 這是系中之系 系中之系是佛的境界喔 所以只有佛才會發現無明 因為佛是明嘛 佛是明 他沒有無明 無無明 所以他會知道無明 除了佛之外都有無明 只是他是很微細的叫做原品無明 原品無明就是最原始的那一品 那一集 最細最細的那一集叫原品無明 除了最細的那一集之外 就是枝莫無明 就是他會有這個 後面的 就是這個樹啊 從根長出來 是不是上面的枝 枝葉 你就看到那個長出來的 那一根樹就是有枝嘛 枝幹對不對 那那個是不是比較粗 比較容易被發現 但是他的根呢 就看不到啊 就根本無明 非常非常的微細 你根本不知道 有這個微細的像 你觀察不到 因為我們的心很粗 觀察不到那麼微細 那 什麼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通常都是後面的 所以根本無明呢 心一動啊 幾乎每天每天每天 就是這樣子 就有能 有所 有沒有 有能見之像 有境界之像 這叫做三系 心一動 無明夜像 馬上就是能對所 能對境 就是一念不覺 生三系 這個三系 這個三系 就是這三個微細的 微細的念頭 你的心一動 就是這麼細的 開始 有境出現 好 那 接下來呢 境界為圓 好 如果我們現在發現 喔 我現在 我的心 開始在動呢 我說 說 欸 要有決心 行收回來 要正念 那你就馬上 就沒有後變了 可是我們會導致到現在呢 欸 情緒的問題 感受的問題 心裡不舒服的問題 就是表示你沒有覺察 你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你任由自己的心被境界轉的 好 被境界轉不管是什麼境 有外面的境界 有自己的心理的慣性 我心裡有習氣嘛 我們習習慣的那種境界啊 他就會讓我們陷入了後面的六粗 六種粗的煩惱 那六個粗的煩惱 他會一直 一直牽 一直牽 一直牽喔 只要沒有發現 你就是一直在這個循環裡面 那六粗煩惱是哪六粗 好 心傳師剛才講的 來 什麼像 你要拿麥克風 來 六粗第一個是什麼 志向 什麼叫志向 智慧的智喔 來 志向的智是什麼 來 辛波法師 你對志向的定義是什麼 你認為的志向是什麼 就是出現了境界以後 你就會開始去分辨 這個是我喜歡的 這個是我不喜歡的 嗯 很好 這個是我愛的 這個是我不愛的 對 好 這個志就是分別 好 就是我們的分別 我們開始分別嘛 我愛與不愛 喜歡不喜歡 那那個是很怎樣 很維繫的 好惡 所以為什麼我看到 我看到某個人 我就 哇 很開心 有沒有 有的時候呢 我一聽到那個人 喔 好可怕 是不是 你就會有那個分別 你有那種分別的念頭 馬上就跑出來 那這個分別了之後呢 志向之後是什麼 像 欸 相訊喔 欸 行燦師知道了 相訊是什麼 好 一直想 一直想 那你有沒有很多時候一直想 有 有 你有常常發現你自己一直想一直想這樣 有沒有 有 然後一直想一直想的結果 是不是更煩惱 對 越想越怎樣 越想越生氣 有沒有 越想越煩 那如果越想越煩 越想越生氣 越想越想 越想 越想越想 有沒有 喔 我好想 我好想 我好想喔 喔 那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 執著了 有沒有 我們一直想個不停 那最後呢 你就會形成一個黏著性 好 就像那個小朋友喜歡那個玩具 有沒有 我好想要 我好想要 媽媽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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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對 就大到天空 那如果 欸 如果這個父母親 不要 堅持不要 那怎麼辦 他就 喔 好慘喔 我這個媽媽不好 有沒有 然後回家 就一直在想 喔 我真的好想要那個玩具喔 然後請問是真的嗎 請問那個很想要是真的嗎 你有沒有很想要過 有嗎 有喔 啊 現在呢 現在還很想要嗎 現在 現在幾歲了 14歲 還很想要嗎 還是很想要那個玩具 另外一種 你看 是不是就換另外一種 那你原來 5歲的時候 很想要的那個玩具呢 現在呢 沒有很想要 為什麼 就發現 其實不是真的很想要 有沒有 那你奇怪 那你5歲的時候覺得 那就是全世界 我最喜歡的 我什麼都不要 我只要這個 有沒有 啊 現在呢 欸 有沒有看到更好的 我更想要這個 有沒有 好 那 就是不是表示 這是什麼心 這是假的 你的那個想要 是真的想要嗎 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它會變心 有沒有 它變掉了啊 5歲的時候覺得 它就是全世界最好的 到15歲 哇 它不是最好的 還有更好的 有沒有 那假設你到25歲呢 有沒有可能 又有新的喜歡 又有新的喜歡喔 所以當我們現在 現在 執著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沒有它不行 好 我沒有得到它 我就很痛苦 因為我覺得 我非要它不可 這叫做執著 那如果環境讓你不能呢 你就痛苦了 那如果環境讓你滿足呢 你會發現 原來我沒有真的那麼想要 我還會出現 另外更想的東西 這叫做執著的變化 它會一直碰到任何事情 它就會有各式各樣的質量 因為你不會只有執著一個東西 但是我們 因為我們會執著一個最嚴重的 好 依著這個最嚴重的執著呢 就會發展出其他的 其他的執著 那一個最嚴重的執著叫什麼 好 所有的執著都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它是連帶的 有一個最根本的嚴重的執著 那因為我們要知道那個最嚴重的那個執著 所以我們會給它取一個名字 好 叫做什麼 哈 叫做什麼 取一個名字叫做什麼 叫做我 叫做我 有沒有 叫 記 名 子 像 所有的執著是不是以我而起的 有嗎 好 各位有沒有我 有 好 所以 既我 我所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家人 有沒有 我所 我 我的最愛 我喜歡的 東西 好 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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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媽媽 我的爸爸 我的家裡面的人 我的道場 我的師父 我自己 那有人呢 最狹隘的就是 只有我 其他人通通要 滿足我 這是最狹隘的嘛 就是我 值最重的 就是自己最厲害 好 那你少一點點的 就 這還是我 譬如說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 這是我的啊 好 好 所以為什麼 現在要出家 這出家就是要練習 把這個我 變得 大一點 好 練習啊 可是 剛出家 跟 出家久了 跟出家 剛出家 最大的差別 其實在這裡 行進師你出家幾年 兩年 快兩年 所以呢 看到你的孩子 的時候 是不是還是 我兒子 我女兒 有沒有 現在不會去想 還有點忙 這樣 在剛出家的時候 哇 就很嚴重 因為這個就是很嚴重 你還是 那個連結性很強 連結性很強 這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 好 那 新策法師 你出家幾年 五年 好 五年 你的念頭裡面 有常常想到 你的家人嗎 對 還是會有對不對 但是 當你想到他們的時候 你是想 想念 我好久沒有看到他們的 我好想要看看他們 還是 如果他們來學佛真好 是哪樣 我們現在的想念是那種 我現在的我 有那個力量 可以去幫助他們嗎 我經過這麼久的一個學習 再講一次 就是 就是 現在的想念是 當想到他們 從現在腦海裡的時候 心裡想的是 那現在的我 面對他們 這樣的他們 我有沒有力量 可以幫助他們 或這個過程來 我有沒有學到 有沒有成長這樣子 是這樣子的一種心 對 他就是 他不太一樣 會有 但是呢 他那個跟 俗家的時候的那個 我不太一樣 就是 這 這我的孩子 捨不得他們受傷 捨不得他們難過 他們很孝順喔 對我很好喔 但是呢 如果我們能夠 再更殊勝 那我們的角色 可以發揮什麼功能 那十年了之後呢 欸 你就又會看到 自己心裡面不一樣的 一個我的概念 形成 那 我們現在出家呢 欸 我出現了一個 新的身份 這個我 那我怎麼扮演這個身份 然後讓他可以是 無我的 我們的這個角色叫無我嘛 好 出家人沒有我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代表生 是一個團 團體裡面呢 欸 你是名字 不是我的本名 有沒有 好 然後呢 行住坐卧 不是我愛的方式 而是 哪一個道場的規範是 什麼 我們就是照 規矩 好 照規矩 照規矩的過程 他就是在練習 不是我想 怎樣 就想怎樣 我愛怎樣 就怎樣 好 所以慢慢的依據這個規矩 行住坐卧 乃至於思想 我的念頭裡面是最終想要把它轉換的 好 透過行為的改變 來改變自己的思想 在思想當中 要改造的思想 叫做無我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解決這個我的寄名字像 接下來就會按照這個我來造業 有的人很自我嘛 他什麼都是我要 我喜歡的我馬上就站為己有 有沒有 他不會分享 那有的呢 就是你只要侵犯到我 他就反擊 他會攻擊別人 有沒有 那 還有呢 就是我要領重的時候 我的我會障礙 有嗎 哎呀 我算什麼 我講話都沒有人要聽 不要不要不要這樣 那個我就跑出來 是不是 你都只聽師父的 你都不聽我的 那你怎麼樣 看不起我 有沒有這樣 就會有這個我跑出來 就會照著這個我 起業 起業了之後 會起煩惱心 業系苦 會喔 後面的那個苦啦 那事實上呢 在整個這個六個煩惱裡面呢 它是粗的 所以可以覺察 你可以發現自己的這個問題 當我們發現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解決它 你要先發現它才能解決它 就像我們現在在講楞严經 你要發兵討除 就是譬如國王為賊所欽 對不對 那我要去救國王 你要先知道國王被賊夾持到哪裡去了 有沒有 我們要救人質啊 喔 我的心裡面這個王被賊 夾持了 被賊 侵襲了 那你要先怎樣 要 對不對 是不是要先 士兵 要當知賊所在 你看我們瞄懂楞严有沒有 大家都背起來了 因為多讀幾遍 就真的很容易就背起來 那我們這樣讀完 是不是整部楞严經就背起來 我們這個僧團就很厲害 而且不是 不只是出家很厲害 是在家居士也很厲害 整個團都很厲害 就把它背起來 士兵要當知賊所在 你看我們要知道賊在哪裡啊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心是怎麼起煩惱的 你就拿自己沒辦法 我們練習是練習什麼 練習解決煩惱的能力 我們要能夠調伏自己的煩惱 才叫做調育丈夫嘛 佛的十號是不是有調育丈夫 這個調育丈夫就是 可以駕馭自己 這叫做大丈夫 不是起了煩惱都沒有辦法 只會哭哭啼啼 有沒有阿南就是這樣啊 哎呀我沒有辦法 處理摩登且女這個問題 我就哭了 聽佛法聽一聽 哎呀我覺得我都找不到答案 我就哭了 然後我遇到問題 大家是不是出家了之後 常常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各式各樣的問題啊 那我能不能夠調育這個煩惱 我可不可以調整 可不可以調解 我們現在在領眾你就會發現 喔這句式問題很多 一下子這個不要玩了 這個不發心的 這個起煩惱那個相處不來 這個不高興的 喔你就每天就是在那邊 調育這個煩惱 要溝通啊講講看啊 了解是不是 所以我們需要藉由某一些機會 來調整 這個叫調育 調伏到最後呢 你會發現我們越來越多的方法 來調整我們的煩惱 最後成功 你就會逆向 把這些煩惱給逆轉 叫轉煩惱 煩惱就被轉了 好 但是為什麼能轉呢 其實這裡勇家大師就講啊 五早年來積學問 一層討書 尋經論 有沒有 他早期呢 他學佛啊 他就是學經嘛 學經學了很多的經典 而且每一部經都很認真的去研究啊 但是呢 他後來發現什麼 分別明相 不知修 入海算沙 屠自困 如果我們的讀佛經 只是在那個學問上一直在分別分別 然後在研究 就是我們今天來講 菩提涅盤 然後有的主啊 就很喜歡研究很深的佛法 把佛法研究的很深 非常好 非常好喔 那有人呢 他就是喜歡講 喔這個菩提法身 就是講這個 但是我們要知道喔 深入經障的目的是什麼 是不是 那你怎麼知道你自己的智慧如海呢 你怎麼知道你自己的智慧如海 你深入經障的目的 學了這麼多的目的呢 不是拿出來告訴人家說 我學這麼多 是不是有很多人他是要怎樣 他的目的都是為了要讓別人知道我很厲害 這是目的嗎 那目的達到了之後呢 對呀你真的很厲害 然後呢 他就沒了有沒有 他的那個快樂太短暫了 好 所以表示呢 你要讓別人知道你懂很多 這不是目的 你懂很多一定有一個目的 那個目的是什麼 不是只是讓別人知道 你要讓別人知道太簡單了 是不是 你就炫耀炫耀喔 然後把所有你讀過的書拿出來 擺在桌子上 壓死人 我們學了這麼多呢 如果我們到最後呢 陷入入海算沙 有沒有佛陀是智慧如海嘛對不對 結果我們進入佛陀的智慧之海了之後 結果呢 沒有在那邊游泳 反而在那邊算 這裡一顆沙 兩顆沙 三顆沙 有沒有很厲害很聰明喔 他是不是最後就怎樣 你就看不到海了 你說我要算到什麼時候 你永遠算不完 佛陀講這個 微塵耶 這個世界的法 就像微塵之沙 沙就是微塵嘛 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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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圖字困 真的是 自己啊 找錯誤了 困在那個沙堆裡面 陷入沙堆 好 那你看喔 他這邊就講 卻被如來苦喝責 數他珍寶有何益 所以這個天台大師喔 這個 這個什麼 勇家大大師 他就說 欸 佛陀會喝責耶 會罵這個 深入金藏 哇 深入金藏 卻被喝責 那是不是就阿南 阿南是不是被喝責 好 所以阿南為什麼被喝責 昨天的今天的進度就是這個啊 就是 雖有多聞 怎樣 多聞跟不聞是一樣的 多聞跟不聞是一樣的 多聞的目的要什麼 對 要修行嘛 但是如果多聞而不修行 猶如什麼 猶如說食不飽 有沒有 我們就是會說這個 哇 很好吃啊 怎麼做啊 可是你都沒有吃 是不是肚子 是不是肚子會餓 好 那這邊又講 猶如數珍寶 有沒有 那個這個 這個還原金是不是有講 好 數人家的錢 結果是 什麼 自無半分錢 自己沒有半毛 所以現在心燦寺就是這樣 有沒有 自無半分錢 有沒有 我們所有的人都沒有 都沒有半分錢 但是呢 你沒有半分錢 可是你不會去數人家的寶啊 有什麼關係 我自己沒有 可是我有啊 佛陀的家裡面的寶很多 所以我也不差 我也不缺 那有的人呢 他就每天就是 哇 你看家財萬貫喔 我有多少多少喔 結果那個根本不是他的 那佛法也是 我會那個眼睛喔 我會華眼睛喔 我會很多很多金喔 然後我也會寫很多的論文喔 結果呢 自無半分錢 為什麼 因為你就沒有拿來用 學了很多 然後就只是炫耀 越炫耀人家越討厭 要不然是去 去教訓人 有沒有發現 當你要一直滔滔不絕的 在講的時候 喔 怎麼一直下線這樣 是不是 沒有人要來聽 所以呢 俗他珍寶啊 俗他珍寶啊 有何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方向喔 要常常調整 我們來學佛喔 學到的佛法 拿來用 拿來用 所以 在這個三系六出 今天講的三系六出嘛 大家就要知道 這個是要拿來用的 我只要發現 嗯 我又在分別了 是善的分別 還是惡的分別 好 剛才呢 我們講那個師父做了一個影片 那我們來批評 來提建議 這個是善分別還是惡分別 善分別 善分別要分別 但是如果呢 你是 只要他做的我都覺得很難看 哇 是不是 是不是 只要 只要桂蘭煮的都很好吃 這是善分別還是惡分別 你了解嗎 有的人就會這樣啊 他就是把人貼上標籤 只要就是變成 這件事情如果就是論事 不知道誰做的呢 可能你就還可以接受 但是只要是你不喜歡的人 你就開始呢 就加油添出 這叫做惡分別 那這個分別一出來 你就 我的志向又啟動了 有沒有 志向裡面帶著執著 我就有那個執著的心 然後我執著的最後 就會痛苦 會生氣 會煩惱 會貪 好 所以這個就是佛陀講啊 我們知道了這個心了之後呢 你就不會數珍寶 數他珍寶 你要知道所有的這些佛法拿來用 就是來治療我們的心 來觀察自己的心 來觀察自己的心 當我們起了絕觀了之後呢 欸這原來的這些煩惱被我們發現 發現了這個賊 然後就要告訴他什麼 發現了賊要怎麼辦 你看那個國王被賊夾持了 然後你找到賊了 然後接下來呢 怎樣 嚇他 是不是怎麼下 怎麼下 欸這方法很好 重點就是要嚇賊 怎樣嚇賊 欸這愣眼睛教我們啊 你就要怎樣 我知道你是賊 是不是 我知道你是賊 那你不用怕 因為有的人會怕 怕那個賊會不會傷害我啊 會不會傷害這個國王啊 你只要知道他是賊 而且呢 他是不堪一擊的 他絕對沒有辦法贏 我們的菩提心 魔王是不是這樣 魔王最厲害 你只要知道他是魔王 你不要被魔王控制 這魔王就沒有辦法對你怎麼樣 在愣眼睛裡面佛陀講什麼 如風吹光 如刀斷水 有沒有 刀有沒有辦法把水切斷 沒有 這個水代表的是我們的智慧 這個刀呢 就是所有的境界 這個境界呢在怎麼切 他就切不斷 風要把光吹斷 有沒有可能 沒有 所以 只要我們清楚的 不要被無名帶走 你一定會戰勝無名 那屬他珍寶呢 就是把無名拿來當寶貝啦 一直一直一直 哇 我要把它研究的很多 而且研究到最後 我就一直住在那個煩惱裡面 每天每天都要起煩惱 每天都不舒服 每天都不快樂 每天都覺得很煩 每天就很後悔 這樣也不不開心 那樣也不開心 你每天每天就會有各式各樣的不開心跑出來 那我每天都在修行 都在發心 都在用功 你就會 啊 越來越覺得你自己的這個轉煩惱的力量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 這樣了解嗎 就是我們要把它反過來的時候 你要把佛法拿來用 拿來用 然後再來呢 接下來講 從來正凳絕虛行 多年往座封城客 這聽起來 感覺很像有那個武俠小說的味道 有沒有 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正凳啊 正就是什麼 正就是 它說晃來晃去啊 有沒有 我東看看西瞧瞧啊 然後呢 跳一跳啊 有時候爬高山啊 有時候下到大海啊 結果他在講什麼 他說多年以來啊 我們在紅塵當中是不是這樣 封城 封城是什麼 就是我們就像一陣風一樣飄來飄去 紅塵就是三界嘛 這個世界是不是就是色身香味觸法 這些六層境界 那我們在這個三界內呢 做什麼 每天就是飄來飄去 飄來飄去 沒有找到自己的本家 永遠是客人 然後我們客人呢 就有一個不安全感 我現在住在這裡 這不是我家 那何處是我家呢 所以他在這講說 如果我們沒有找到自己那個心啊 你就會找不到家 那我們一直以為呢 哦 這個世俗的家是我的家 世俗的家人是我的家人 乃至於現在出家了 然後把圓道禪院當成家 以後保元禪室當成家 你還是在封城當中飄 把家這個自己的這些師兄弟當成家人 把圖地當成家人 把四重弟子 就是當成家人 哇 你還是找不到你的心 我們會啊 有沒有 大家熟了就感覺 嗯 這自己人好商量 有沒有 有一些人呢 欸 他要融入這個團體啊 他要怎樣 他要先 認為自己是我這個團體的一份子 他有歸屬感 他有歸屬感啊 我是這一團的嘛 可是事實上呢 我們如果真正的講 這一團是哪一團 要跟佛陀同一團 對不對 那佛陀的團 佛陀這一家 他要怎麼樣能夠 入這個家人 變成家人 變成 入了這個家法 华音精不是有講 菩薩的家的規則是什麼 菩薩之家信公 菩薩的家的家法 菩提心為家 這個家族 你只要發菩提心 你只要發菩提心 他就是家 就是同一家人 如果是這樣子的角度來看待所有 你生命中出現的人 是不是 你只要確認他 可以發菩提心 你就要把他放到自己人的行列 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 要見保研禪師 人數 人夠不夠 人不夠 對不對 只有靠我們這幾個怎麼辦 一定不行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要 廣納所有 願意 發菩提心的人 你只要願意發菩提心 我們都可以來 一起來成就 是不是 一起來幫忙 不管你在幫什麼 哪一個部分 可是你要怎麼知道他有沒有發菩提心 你要怎麼知道 如果沒有人告訴你發菩提心 你會不會自動發菩提心 有嗎 有嗎 那個心測試你當時是怎麼發菩提心 當時不知道什麼叫做發菩提心 但是聽到發心發心這樣子 其實不知道什麼叫做菩提心 所以一定有某一個人 在某一個時間 在某一種空間當中 讓你知道發菩提心這幾個字 不管那個人是誰 對不對 那一次的經驗是 去受菩薩戒 然後 其實都沒有 沒有趕上那個因緣去受戒 也不知道要去受戒 可是後來 就好像那個經緣到了 那個實際到了 知道這個訊息了 然後 你知道自己曾經錯過 那個心中就有那種 緊張 對 就想說 哎呀我居然錯過了 這一次我不能再錯過 有這個心念提心 再加上當時的 真的身邊有善友善知識 就是西傳法師 然後 就是有在旁邊的一個住院領導 同時幫我排除想方法 排除當時的一些帳員 這樣子 那成就了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知道我排除帳牌 我可以全新的去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趕快跟師父報告說 欸我可以去了耶 而且是 而且是兩個人一起去耶 那樣子的 那時候 我說太感動了很感恩 可是師父那時候回了一句話 就是講 因為我發菩提心 嗯 嗯 就是那個過程 嗯 喔原來是這樣子 我有 這樣子我就有發心了 嗯 對啊 所謂的 對啊 就是 因為大部分的人是不是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這個叫做發菩提心啊 像心善法師來的時候 他說 什麼啊 這個是什麼啊 他都不知道嘛 好 我們 在大部分的人 在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你會有一個因緣 讓自己知道 有沒有 你就也許是聽到 也許是看到 好 也許是夢到 有沒有人是夢到 有啊 有的人是夢到啊 有的人是什麼 冥冥之中路過 有沒有 好 像六祖壇 六祖壇經裡面 六祖大師最神奇 然後他怎麼發菩提心 他是路過 有沒有 突然無意中聽到了某一句話 或者是你看到某一本書 這個叫做圓 發菩提心的因緣 但是 誰知道 如果你沒有那個圓 你也不會啟動那個因 表示你是不是本來就有那個因 只是需要一個圓去啟動去觸動它 那師父為什麼要講這個 那師父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 不知道誰是可以來發心的 那你要怎樣 你要扮演那個圓 你就遇到人你就問 菩薩 你有沒有發菩提心 你要不要來參加 我們保研禪室的用功啊 你要不要來加入我們這個團隊啊 加入這個菩薩的團隊 我們作為佛陀的介紹人 我們幫佛陀去問大眾 發菩提心 就是 給大家一個機會啊 你說你知不知道它是 你知不知道他們 你說 可是他都不知道什麼叫發菩提心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角色啊 我們就告訴大家說 發菩提心很殊勝 它的意義是什麼 它的功德是什麼 它為什麼要發 因為這是我們本來就有的心 我們只是透過某一種因緣 讓大家有機會發菩提心 所以我們就是做那個緣起 這個就是那個第幾組 第幾組有講說百度人有沒有 這個百度人的那個角色啊 我們載人一程嘛 是不是 我們現在在坐船啊 在船上啊 我們一樣要走這一條路 那有沒有人要上船 有沒有人要過河 誰不要過河 那個煩惱河那麼危險 難道他要游泳嗎 那既然我們有一艘船 然後這個船呢也可以 也還有空間 有沒有 我們有一艘大法船 那大家可不可以上船 歡迎 要不要收門票 不用 不用 免費 而且呢 船上呢還有什麼 還有飲料啊 糖果啊 點心啊 還有廁所啊 所有的設備都很完善 有沒有 沒有 只有歡迎大家來坐船 是不是這樣 那如果呢 走到半路 有人說 我不玩了我要跳船 你要怎樣 要跳船要怎樣 第一個你要先勸他 你不要跳船 你要阻止他跳船 好 好 要套救生圈是因為要翻船 所以 要先 好 那上船之前就要先穿好救生衣 所以 所以呢 欸上船啊 然後他如果要跳船 他起煩惱啊 你要告訴他 你不要跳船啊 跳船很危險 是不是 那你說你有什麼不滿意 我們改善 對不對 這個船很安全喔 你一定會去 彼岸喔 你不要跳船喔 你要想盡辦法 你不要給他救生圈 因為沒有人會來救他 好 所以呢 我是說 有人就會這樣啊 他想要拖團嘛 拖隊 你要鼓勵他 那因為我們自己呢 也知道 這個其實發菩提心不容易 要堅持走到底不容易 那我們作為這個發心的人呢 這個叫做接引 叫做圓啊 我們把這個緣分 把它怎樣 成就下來 好 是不是 所以 那我們就說 啊那個台北啊 那有很多菩薩 最近就一直來發心 那他們 那他們 他們 就覺得要到高雄來歸一 好像 真的還蠻 就是 對一般人來講 他 他其實 有時候時間真的不方便 我們 這一次清明節 就有的人要去掃墓 他真的衝突啊 他不是 不想歸一 他是 就是沒有適當的姻緣 那 如果是這樣 我們那天就在講 說我們就成就一個台北的歸一嘛 那台北歸一有 我們有沒有基本成員 有喔 我們有兩個六個月的 那個法埔法題對不對 然後我們那天就在想那個 想那個全家24個 他們現在本來是22個 現在變24個嘛 24個 一起來歸一都是法自備的 有沒有覺得很厲害 那這個家裡面的這個法名要怎麼樣 法眾法生法五法鞭法 士法院法度 士紅士願有沒有 法名都有了有沒有 是不是 眾生五邊士願度 是不是 這個加起來就剛好24個喔 對不對 那我們昨天呢 開那個會啊 那個 那個居士的 那個名字叫做瑞嘛 他是英文的瑞啊 然後我說 那你總是加入我們這個行列啊 你要有一個法名 那你叫什麼 好呢 叫法瑞好了 法瑞啊 就是那個R-A-Y這樣 法瑞 所以呢 這個好像也不錯 就是 我們一個法 然後加上一個英文的瑞 叫法瑞 叫法瑞 有這種名字嗎 也可以啦 結果呢 欸我們在場的有一個居士呢 他說 那我的英文是Frank 那我叫法蘭克好了 欸很好啊 他就從小 從小他都被人家叫法蘭克 欸你看本來就是法自備 也可以喔 所以他叫法蘭克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法拉利有沒有 所以都法自備 那為什麼都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 那可以是因為 大家都是發菩提心 就沒有我的家 我的家不是小小的家 是如來之家 這時候呢 我們的家族就會 無限擴大 如果我們以菩提心 為根本的話呢 那我們的家人呢 是不是就無窮 每一個遇到的都要問他 你有沒有發菩提心 你要不要成為我們的一員 我們的會員呢 是沒有入會資格的 沒有入會條件的 沒有限制 你只要發心 好你就變成我們這一團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要招募很多的團員啊 就是要我們要到彼岸啊 這個船的位置有幾個 我們的法船的位置有多少個 無限對不對 好那所以呢 我們要招人來坐船呢 好那如果開船喔 開開開開到半圖啊 看到隔壁有一艘小船 快翻船了 你要怎樣 給他救生圈喔 好是不是 叫他來我們這個大船呢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一樣的啊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堅持 你要坐你那一艘小破船 有沒有 那個小破船很危險耶 那小船呢 那個到中途喔 就會翻船耶 所以我們要換大的船 阿羅漢回小向大 就是把小船做成 做變改成大船 聽得懂嗎 要不然他那個小船喔 雖然他有發心 他說太麻煩了 我要叫人家上船 我不如自己滑好了 是不是 的確阿阿羅漢是這樣 我就自己滑 自己一艘船比較輕 自己可以滑嘛 可是有沒有危險 他會在中途的時候 這個河流的中途 就在那邊漩渦 在那邊自己打轉 有沒有就停在那邊 他根本很難到那個彼岸啊 所以呢這時候呢 他要換船啊 他要換一艘大一點的 那換船容不容易 換船容不容易 如果就大船來講呢 這菩薩呢都是無限的 他不會說 欸你前面 我早就在告訴你要做我這一艘 你為什麼不做 你就自己死吧 不會喔 菩薩不會喔 你回心轉意 你後悔了 我剛開始堅持我要坐我的小船 沒關係 菩薩說好好好 那就上路 反正他就一直在旁邊 有沒有 那你有一天說 我要後悔了 我不要 我不要坐這一艘 我要變大船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好 那你說可以 那然後呢 欸可是呢 那個坐小船的人不可以 他不好意思 他會不好意思對不對 第二個 他不好意思換大船 或者是他覺得大船很危險 他沒有坐過大船 他很害怕 他覺得有很多狀況 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他有沒有可能找很多理由 守住他的小船 我就是堅持我不要 我不要 因為我這艘已經很棒了 我已經好不容易把它擦得那麼乾淨了 是不是 這叫定性升文 聽得懂嗎 我就定在這邊 我這一艘就很好的啊 你叫我換 是不是 有人送華顏經啊 送送送送送到他的經文 經本破了 爛了 經本爛了會怎樣 心靜師你念的華顏經有沒有破破的 還沒有破破的 那你有換過嗎 我幫你換一套好不好 你看不要 馬上搖頭 為什麼 我這一本已經念了三百多遍 都是靠這一本 你現在這一本這個功德力很厲害 我只要念它 我都覺得很有功德力 然後要換 我才不習慣 我才不要 有沒有 你看開始搖頭了 然後你就會說 師父 他就還好好的啊 明明就爛掉破掉了啊 對不對 不行啦 我就是要念到這個啦 念到死我這一套 我要帶去佛國淨土 是不是 這個就是不要換船 有沒有 那你如果沒有帶到這一本 你是不是在外面 在外面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我今天沒有帶到那一本 唸起來很不自然 唸起來很不習慣 是不是 那是不是 不小心就有執著在裡面 其實我們到處都有華顏經啊 同樣第六本 你為什麼不要念那一本呢 你說哎呦啊就不習慣啊 那個上面沒有我的味道 呵呵呵呵 你了解嗎 我們很容易 什麼都很容易產生黏著性 就不自在啊 也不自在喔 這個船呢 要大到呢 你都看不到邊際 你的人呢 多到你都沒有時間記住 了解嗎 每一個人 你說啊太好了師父 我一定達到那個境界 我這一組的族員 我都沒有記住 這個沒有沒有記住 是是你沒有去記人家 不是不是那種菩薩 心量廣大到無我相喔 你了解嗎 所以呢 如果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子的狹隘喔 那就叫做客人 你一直把自己 不把自己當主人 也不把所有的人當成主人 我們就有我嘛 那個我就很狹隘 因為你就會把自己綁得死死的 你怎樣就突破不了 你不要覺得修行很難 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性格 把自己框架住 你不願意打開你自己的那種 傲嬌啊 那個傲嬌喔 就是就是那種傲慢 就是覺得哎呀 我我我這麼厲害 我需要我怎樣 我們就要人家肯定自己 那可是真正要肯定你要發心 你就會喔 你就會知道 就發心之後啊 你不用等別人肯定 你自己就先肯定你自己 我發菩提心就是我肯定我能發心 我開始要做主人 我開始要積極的去成為一尊佛 我要成佛啦 我願意成佛 我只要能夠幫助我圓滿成佛的這一個願力 我就願意做 嗯 這樣子的發心呢 你必須要有配套的措施 你才會確定說啊 我這樣好像比較好 比較有錯 比較對嘛 所以我們要讀經來看看自己有沒有 像佛的經典裡面所說的 為什麼要讀經 就是要明白愛啊 欸真的耶 菩薩行就是這樣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確認 好 第二個呢 欸我們還要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我們真的達到效果 那譬如說傳承師傅他說 他的方法就是很笨的方法 每次都拿著一本書 你要不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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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他講起來是這樣 但是事實上他有沒有方法 有啊 我們的方法是什麼 我們先做布施 我們做供養 我們先送禮物 先給大家送禮物 很多禮物 什麼禮物 道場就是給大家有很多禮物啊 你只要來你就有功德 有沒有 佛陀是有沒有給我們禮物 給我們很多的祝福 給我們很多的保佑 消災 是不是 我們就一直結緣 好 第二個 你只要來 我就講佛法給你聽 好 你只要願意學 你學 聽不懂 好 那我再換一個方法 講給你聽 好 那我們就是一直不斷的 布施佛法 這是有方法的啊 我們就是 你為什麼不要這部經 你為什麼不要念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念 有什麼好處嘛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把它變成 讓你明白 這個讀了真的很好呢 有沒有 有很多的好處啊 但如果你都不知道 你這個好處 那我就帶你念 有沒有 是有方法的 那你說啊 這個我來到場很久很久 才參加一次法會 我又不一定有空 好沒關係 我們把它變成雲端 好你只要上線就可以了啊 好所以其實這個就叫做想辦法 我們現在的工作就是想辦法讓人家喜歡發菩提心 然後發心鼓勵大家發心 那發心了之後 你有沒有比較知道怎麼鼓勵大家發心 因為你自己也有從不發心 慢慢的去體會到發心的歡喜 然後發心的效果 發心的不可思議 就要發心嘛 所以為什麼就跟大家講說 你今天如果一直不願意發心 你就會多年網做封城客 你就會一直流浪一直流浪 像一陣風 它就一直到處飄 所以叫做封城嘛 好在封城當中呢 始終就是流浪生死 無邊的生死 無邊的生死在流浪 好 所以我們在叩中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那個叩中記講得很好 無邊世界怎樣 地久天長 好 那無邊世界地久天長 可是呢 我們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主人 不知道自己找還香景 這個香景在哪裡 那是不是就一直就是怎樣 在三界內游蕩 就輪迴啊 我這輩子當人 那下輩子呢 我連當人你都不知道怎麼做 有沒有 有沒有人很多人說 你是怎麼做 你是怎麼搞的 有沒有 那以前做爸爸的 你是怎麼做爸爸的 你是怎麼做媽媽的 然後呢 你是怎麼做人家孩子的 你做為孩子你可以這樣嗎 所以我們就常常會聽到很多這樣子 前幾天有一個居士 他來台北吃樹齋 我說你從哪裡來 我從桃園來 真了不起 從桃園跑來吃樹 他說因為他剛好來台北 我說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他說我剛剛失業 剛剛還在找工作 他沒有失業 他是不要做那個工作 所以我就了解一下 就四十幾歲 然後呢 沒有家庭 然後也沒有一個工作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要工作呢 他說 因為我找不到自己想做的工作 那找不到自己想做的工作 那家裡面一定有壓力啊 他一聽 哎呦師父你怎麼知道 是不是 父母親擔心什麼 你現在這個年紀了 你到底要不要成家立業 你現在這個年紀了 你總是要找個像樣的工作嘛 你現在這個年紀了 那你老了怎麼辦 你現在這個年紀了 你看一堆嘛 大家一定會給你很多 然後你又是男的 那就又更多的加上去了 然後如果你還不錯的學校 這大學不錯喔 他讀的是國立大學喔 那你是不是有同學 就更痛苦了 也同樣都是四十幾歲的同學 人家現在差不多都有一個像樣的樣子 像樣的人生 那你現在什麼都不是啊 那我說那你要不要出家好了 因為他想要了解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他從過去看到人家在生死的時候啊 哎呀怎麼這麼的淒涼 我說喔那很不錯喔 這個很適合修行對不對 因為他對於生死有思想嘛 有觀察 有疑問 有苦惱 但是呢 他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到場 為什麼 因為他做什麼 來各位猜猜看他前面的工作 他對生死有疑問 但是他不去到場 他選了一個工作 來解決他心裡這個煩惱 好 大家猜他是什麼工作 哈 李儀社對不對 對 很聰明 你怎麼猜得到 我有講是不是 李儀社 那就做了李儀社一段時間 我說那你找到答案了吧 沒有 他還是看到很多的悲劇 因為當你成為這個李儀社的其中一個角色 你做的是殡葬 做的是儀式 而不是對生死的關照 那你如果要對生死想要疑問 想要產生這個疑問想要解決 你要去哪裡 你要來道場 你要在道場當中學佛 你要學佛啊 你要到道場學佛 然後你到道場學佛找師父教你 有的師父呢他不會教啊 他不會講啊對不對 但是他會告訴你什麼 你要去哪裡學 我們不會教你會怎樣 心境師你會跟他說生死是怎麼一回事嗎 你會教他立牌位有沒有 或者呢你會教他怎樣 叫他讀經 讀經就是一個方法啊 讀經因為我們也不懂啊 各位你懂嗎 你能夠跟他講生死是怎麼一回事嗎 我們也不懂啊 但是我們想要懂想要了解解謎 那怎麼辦我們讀經 我們經典裡面有很多 告訴我們生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內容 那我們就讀經 可是師父我讀不懂啊 我們一起來讀經 第一個你自己讀 佛陀直接跟你開示 有的人這樣就明白了 ok 謝謝 你就解決了 有的人呢 哇 怎麼讀了 越讀越難 越讀越難 每個字都很難 還要查字典 是不是 查了字典還是不懂 有沒有 菩提涅槃你怎麼查字典 查了字典還是不懂 哇 那就來 依據 某一個道場 你不管在哪個道場 每個道場現在的法師都很厲害啊 都能夠怎樣 台灣的法師是能夠教導大眾什麼叫做生死 是真的 你在台灣遇到的法師大部分都可以教你佛法 大部分喔 你在台灣的道場幾乎他都可以教你佛法 只是教的方法都不一樣 但是幾乎都在教佛法 是真的喔 不管大大小小的 那昨天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那個瑞就先調查 他說全世界 他是先用大數據分析 全世界 這個道場密度最高的就是台灣 台灣最密度最高 然後呢 全世界最喜歡算命的是哪一個國家知道嗎 香港 然後全世界最喜歡占卜的是哪一個國家 大家猜 韓國 而且還有那個上市公司 專門就是占卜這樣 所以這很妙喔 就是喔 原來呢 這個東方的思想裡面有很多這種信仰的系統 只是信仰的方式不同 方式不同喔 但是他其實都是對什麼 對生命的好奇啊 其實老師講的是真的 我們會來學佛喔 就是對生死有好奇 有疑問 有苦惱 那如果我們都不能解決 那你就會一直怎樣 封城 在生命當中產生茫然 你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 世間的這些事情 都沒有辦法解決你內心的疑問 你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又不去到場的話 就更是 哇 現在才四十幾歲 他要苦惱很久 他要苦惱很久 那是每天啊 因為你住在家裡啊 你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時候 你沒有收入 那怎麼辦 就靠爸爸 靠媽媽 靠家裡面 做吃山空 然後你就會一直就 哇 這家人的壓力喔 真的是可怕 那種可怕啊 就是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說 我就不管啊 我就擺爛啊 躺平足 是不是 可是問題是什麼 你自己的內心過不去啊 你過不去你自己的這一關子 所以 與其呢 你都不知道要怎麼辦啊 不如怎樣 你就試試看 發心 發心看看 所以我們現在呢 遇到任何人就是 勸他發心 問他為什麼不發心 告訴他發心 就很簡單 不管你的家裡面 有多少多少的煩惱 多少的沒辦法 你一定可以發心 一定可以發心 只是發心的方式 好 那我們 有的人真的是 沒辦法來到場嘛 那你就 現在有雲端啊 為什麼不可以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 所以 傳聖師傅說 我們這個 劃炎金 推來推去 其實呢 還是回歸到 要推廣 他說 我們現在在設計 這個元宇宙的系統嘛 這個系統 他說其實呢 最原始的創辦 原宇宙概念的人 叫做釋迦摩尼佛 你要怎麼認識這個世界 你就入禪定 入三昧 你就看清楚了 而且他不是虛擬的 他不是模擬一個假的場景 讓你去體驗宇宙是 什麼樣子 不是 他是 直接進入三昧的境界 你就知道這個世界是 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讀華炎金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普賢菩薩 入 彼如遮那常生三昧之後 他就可以怎樣 告訴大家 世界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厲害 可是你要達到那個程度呢 你需要願意嘛 你要先跨入 說我願意來修 不願意修的 他不知道佛法裡面 有這麼厲害的東西 所以我們才要用 元宇宙的設計方式 來吸引大家入進來 不是我們要做那個元宇宙 我們也不是圖那個商機 我們也不是追流行 遊戲跟遊戲化不一樣 什麼叫遊戲化 就是菩薩在度眾生 他把它當成遊戲 有沒有 遊戲什麼 神通 有嗎 有沒有這尊佛 昨天那個瑞問說 那個景雅琪問說 我們有遊戲佛嗎 有嗎 有 叫什麼佛 就叫遊戲佛對不對 是 那那個遊戲佛 是不是真的就是做遊戲給我們玩的 有沒有可能 有 有喔 有沒有可能 好 那很多人喜歡玩線上遊戲對不對 但是如果來道場也像是進兒童樂園 像是進遊戲樂園有沒有好玩 我們現在設計一個這個 這是為了新燦法師設計的道場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是小孩子對不對 好 三年後幾歲 十七歲 十七歲對不對 好三年後十七歲 那十七歲的孩子喜不喜歡去道場 不喜歡 為什麼 因為在道場裡面沒有他喜歡的 所以我們要設計一個 十七歲 十八歲 十九歲 二十歲 不管幾歲都喜歡去的道場 聽得懂嗎 好 那這個道場裡面就是很好玩的道場 這樣了解嗎 好 那你就可以屬於那一區 遊戲的那一區 好 那師傅設置好之後 你就要去幫忙大家進來玩遊戲對不對 好 那我們呢 師傅就想要去閉關 好 你們了解嗎 我要去真正的玩遊戲 就是入那個三昧 那就是真正有遊戲的 那就真的大自在 好 那你你喜歡玩遊戲的 那你就再負責接引 好 七樓以下都是你的空間 好整個道場給你帶這樣 好對不對 是真的喔 那現在設計出來一定要怎樣 要讓未來的年輕人 乃至於未來的零歲到一百歲的所有的受眾都願意 而且很開心的 就是只要他想到要來保研禪室 他就覺得很快樂 而不會哭 是不是 有的會哭啊 好 因為我要去見師父 有沒有 有的小朋友 要被媽媽帶來的時候他會哭 是不是 因為他就覺得真的很無聊 是真的啊 我們目前空間有限 沒有遊戲區 但是我們呢 設計整個道場 就要把它設計成很有趣 好 那有趣的區域 有趣當中來學習佛法 他A會真的會達到很大的不一樣的效果 好 那你如果是很嚴肅 好然後我最生命呢 覺得 我已經要死了 不要再跟我開玩笑了 我一定要很嚴肅 佛法是崇高的至高無上 怎麼可以這樣開玩笑呢 有的人會這樣嘛 有沒有 那有沒有老古板區 有 因為師父是老古板 所以我要設一個區 就是那個老古板 我們就到楞岩禪堂裡面 完全就是照古時候的叢林 好就是照那個過去叢林的規範是怎麼規範的 我們就是老古板那種區 好 那A 新時代的區就不同 接引區就是開設種種的方便 來認識華顏世界 認識禪 就很好玩 然後我們在閉關的就不假方便 不開玩笑 連講話都不准講話 這就是分區嘛 那這樣有沒有各取所需 這樣子的道場就會怎樣 就各過各的 你在這裡你會找到你最喜歡的方式修行 這樣好嗎 這樣很不錯 所以你再忍耐一下 你再忍耐一下 因為呢 有很多人來了之後 他真的覺得 喔原來佛法是這樣 那他要找人問 他要找誰問 他一定要找新燦法師啊 因為你看起來就好像最厲害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要解說 要解說啊 人家說 師父 那這個這個羅漢怎麼 比一個夜 請問他是什麼羅漢 不能說講不出來啊 是不是 你就說這個我講過 這叫做羅喉 羅漢 有沒有 這個叫做什麼 什麼見人飛騰羅漢 是不是 見人飛騰羅漢是不是要飛起來的樣子 所以 其實這個時候呢 大家好奇了 來問人 那總是要有人可以被問啊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學法的方式 如果這樣來講 有沒有覺得很有趣 這個佛法的設計的過程 要設計讓大家都能夠願意來修行的過程 這就叫做發菩提心 因為佛陀沒有規範我們一定只能做什麼 只要能夠勸大家發菩提心 引導讓大眾發菩提心 這個方法就是好方法 所以我們要因以合身得度極限合身啊 那小朋友他要學佛可不怎麼學 要用小朋友喜歡的方式啊 大人要用什麼方式來學佛 每一個人的需求都不一樣 我們要設計出這樣子的接引的方便 能夠讓大家都找到自己的本家 找到自己的心啊 所以現在在成立這個團隊的時候 就需要什麼 所有發心的菩薩都來共同參與 目的就是希望讓大家都有發菩提心的實踐機會 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很期待 在這個保研禪室的發行成就 是真的很值得被期待 那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要讓他不是只是嘴巴呼口號 而是真的真的變出來 好 可是很難啊 因為有太多很專業的術語 所以你現在即使說啊 太好了 我也要來參加設計 你就來參加開會 參加兩次你就不要參加了 為什麼 都聽不懂 都講那麼多英文 講那麼多術語 我怎麼什麼都聽不懂這樣 因為電腦語言 系統設計的語言 還有整個營運模式的語言 不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的嗎 但是我們生團的語言我們懂啊 修行的語言我們懂啊 所以我們先學我們自己會的部分 然後再把整個各方面的語言 把它怎樣湊起來 叫做集合整合 就像菩薩的牽手牽眼有沒有 是不是每一隻手他拿的工具 有的你也不知道怎麼用啊 對不對 有的你不知道 喔這個靈是做什麼 有的楚是做什麼 你就有很多不知道 所以每一行每一頁都有他自己的專業 好那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是懂佛法的專業 然後最後呢用佛法的精神 把所有的專業凝聚起來 變成一股力量 讓大家都能夠發菩提心 這樣 好那越來越有智慧了之後 你就會覺得原來這個世界 大家是一體的 而不是你我 不是分你跟我的界限 不是我值的世界 是無我的世界 這樣了解嗎 所以慢慢慢慢的 把自己的這個修行呢 你就會建立起來 非常好的一個修行的方式 然後建立自己修行的步驟 最後呢達到修行的目的 好那今天呢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希望大家呢 欸這個4月3號是法會 4月2號是血精嘛 就明天明天是血精 血精鋼精 今天禮拜四號 對後天後天禮拜六是血精 禮拜天是下午送地藏經清明法會 那沒有辦法來現場的請參加直播 好我們一整這個下午有直播 希望大家可以來參加 一起來共修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來發地藏菩薩的願 那這是很殊勝的 好那我們今天呢到這邊來回向 謝謝大家